又來了 好了,這裡有一個大派 有一大派的農事 我們昨天看的新聞 關於這個 由台灣到 在日本出生的蔓延年 運到台灣養大 接著輸入日本 而這是毅祖的 證明書 的案件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他們相信自己國產的 蔓延年才是休息的 台灣的 甚至是外地大陸 他們覺得是不安全的 雖然是寫著里歸 也就是回到自己 故土的蔓延年 但因為在台灣長大 他們都認為是被遷 現在是交接當中的 這個是昨晚的通行報告 現在 其實又有所謂 這次的農田 是否發現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沒錯 通常送完這個稻米 旁邊的蔓延都是種蔬菜 現在是休間地 保證農田的肥沃度 好 謝謝 謝謝